有一个女演员四年前在电视剧《北京青年》中展露头角 一年前因为一段恋情名声大噪 有一个女演员她谈恋爱的时候被旁观者形容为爱得死去活来 而一旦决定分手又果断干脆 挥一挥衣袖看不到一点悲伤 有一个女演员在面对谁出轨谁被甩谁插足谁受伤等 一连串的关系到面子和自尊心的问题时 始终保持谨慎和大度 她刚刚拿下年度封上女艺人奖 她刚刚在上海时装周上压轴梯台 在传言满天飞的敏感时期也没有矫情的取消采访 她就是张力因为大气而格外美丽 你这个问题昨天我在重庆已经回答过了 你给上海的媒体回答一下 希望上海的媒体看一看你昨天的报道 谢谢 昨天那个记者跟我讲的 对 因为我刚刚从泰国回来 我们最近没有太上海了 所以要看昨天的新闻吗 她好像也有报道说 她们是先上桌后门跳的 你看我现在都来圆梦了 你还问这么难回答的问题 我躲 我闪 我就是不回应 上周演员张力出现在上海时装周 某品牌的2015秋冬系列发布的现场 张力一出现 引来的就是各种有关如何回应旧爱 王阳明订婚的提问 而张力则一再表示 前一天已回应过 不会再作答 而小编也及时去搜了 其在重庆某时尚活动上的回应 不看不知道 你看 清酸哪 明显有决婚的消息 你有没有就是了解一下这个消息 哦 我没有 我刚刚才回来 不是太清楚 哦 你不知道她已经运送了吗 对对对 那你知道这个 不好意思 我问一下一个活动相关的 就是恭喜一下呀 祝贺一下呀 之类的 我所认为的祝福应该是 我们来送给比较好的朋友 对 我们好像关心到这儿吧 所以你觉得还不算到那个份上 没事 你觉得能送也可以送 这不了解 不知道 不回应的态度 真的也是让人 有些心疼眼前的这个小女生了 而两人这连朋友都做不成的节奏 也让人些许明白了些什么 那她不做回忆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有几种心态 第一个呢 就是很单纯的 不要模糊焦点 第二种呢 跟着心态有问题 那心态呢 很显而易见的 她跟对方不是好聚好散 那不是好聚好散的话 心里有两种状态 而一种状态是已经很不爽 所以是用沉默来不回应她 那另外一种呢 是可能没有到仇家的地步 可是呢 就把它当作陌生了 是有一种不屑 就是她的事 我也不愿意再提起了 所以呢 她也采取不回应的方式 回看两人的恋情 许多人都认为 两人是因为某情感真人秀节目 而互生情愫 然而由网络媒体则爆料 两人在真人秀之前 就通过共同的台湾友人 介绍相识并相恋 因此真人秀时 已经是热恋期了 只是两人聚少离多 而王阳明又是出了名的玩卡 出道前后 就是各种花边新闻不断 从小亚轩 劈腿杨成林 再从台湾模特林小军 到内地嫩模张轩奇 而如今火速订婚的蔡之云 就更不用说了 也是王先生 其中一个 长期保持联系的前任之一 而据称 也正是张力发现 两人的不正当关系 才果断提出了丰手 其实我在任何时候 我都不想去交一个 七八十分的答卷 我都是在我的能力范围内 尽量去交一个 对很满意的答卷 我觉得就是说 你遇到一个人的时候 你一定是会让自己 沉浸在里面的 你不可能是 一脚在门外 一脚在门里面 我觉得那个可能 至少不是我吧 而刚从泰国回来的张力 也表现出了一种 对于旧爱的大度 以及坦然 仿佛这段 不怎么美好的爱情 从未来过一样 就没有什么的 对 所以我就是一个 可能很好的时候 很好 然后那我结束了 就是结束了 没有什么 说你要 还怎么怎么样的 我觉得那肯定 那女孩不可爱了 很多人呢 在分手之后呢 就表现自己 好像没事 一切很好 那这种表现 如果是真的 当然好 那如果是假的伪装 那到底好不好呢 那我是觉得 如果今天一开始 是伪装 一开始 我觉得伪装 是没有问题的 代表你至少 情商还蛮高的 一种人是装完之后 接下来他不修炼 那那个痛放在那里 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说 他会 足起个壳 他以后不再敢 踏入下段恋情 那另外一种就是 他不去修炼的话 他能痛在那里 他如果再交 下一个恋情的时候 很容易 下一段恋情 还会出现问题 因为很容易 他就是比方说 他就是怀疑对方啊 或太控制对方 或者对方很容易 触碰他伤口 这都不好 其实在过去的一年里 无论是因为 与旧爱王阳明的相恋 还是分手 亦或者是事业上的 各种努力 2014年对于张力来讲 都是戏剧化的 而面对逝去的 那个错的人 张力选择让时间 来平复一切 我觉得我去年 最大的收获就是 我慢慢懂得了 很多东西是不需要 用语言去讲的 因为都太苍白 所有的东西交给时间 当你 你所有的努力 你在做的时候 时间会给你 一个最好的回馈 想要从之前的伤痛 真正地走出来 最简单的答案 就是四个字 叫做活出自己 活出自己呢 就是让自己活在 喜欢的工作里面 今天你做的工作 是因为热爱 不是为了名气 不是为了赚钱 也不是为了使命 这些都太沉重 你喜欢做 你问小孩 你问一个小孩子 你为什么做这个 很简单一个答案 它就是喜欢两个字 所以做着 自己喜欢的字 当你的内在价值 是满的 舒服了 那对方的东西 自然会放下 自然会受伤害 会减低 当然我们也是在 这一次的上海 时装周上 看到了这样一个 活出自己的张力 第一件与设计师 唐佳合作设计的作品 第一次的T台首秀 而张力自己形容起来 依旧是异常兴奋 我特别紧张 我特别紧张 我觉得 就是可能 接下午我们有彩排一下 然后告诉我 应该走在哪个线 因为它有一个灯光 就是最佳的一个 光线的距离 但上台你什么都忘了 什么都记不住了 你就想说 我自己当时 怎么想的这套衣服 要怎么展现的 我就好好表现 就是太错综复杂了 我觉得形容不出来 那一唱呢 你觉得任何语言 都特苍白 张力透露 之后也会开始 筹划自己的品牌 圆自己一个设计师梦 我们也祝福 这个情路上 跌倒过的女人 未来能找到 自己的Mr.Right 都视频道 好